看維新世界 自動學業經 進食咱家的風水 夢思合不齊心 大家學一起 消息道上可見心 大家學一起 家庭園滿個表情 大家學一起 各位維新聖教 一京大學試訓班同修 及過界兒童小朋友的爸爸媽媽 阿公阿嬤 我們和早安恭念王產老祖戰記 陰陽日月最常生 可惜天理難分明 若有真聖鬼谷子 一出天下定太平 一出天下定太平 南無鬼谷先師王產老祖 南無鬼谷先師王產老祖 各位死亡善知事 各位小朋友的阿公阿嬤 爸爸媽媽 今天我們繼續來為各位講解 兒童學異經 認識我家風水 這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課題 我們一般人都忽略 一直在重視的孩子怎麼補營養 也重視孩子怎麼樣來養 剛第一胎出生出來是照書養 第二胎以後就照書養 所以啊 兒童 小孩子 國家的棟梁 國家未來主人翁 我們每個家庭 每一個小朋友的爸爸媽媽阿公阿嬤 都有責任 有這個義務 也能夠希望 能夠呢 將孩子讓他平安來成長 望子成龍望女成鳳 是必然的法則 所以兒童 我們不是只有說 一般的教育而已 尤其呢 小孩子 他的健康 現在 我們很多小朋友 真的很可憐 鼻子不好 影響到他的記憶力 鼻子不好 坐不住 也站不穩 患毒患失 三更半夜驚嚇等等的問題 都是我們的小朋友 孩子 一個很大的考驗 也是作為父母 的考驗 曾經有一位阿嬤 她就帶著孫子來到賢國寺 來到賢國寺 她就帶著孫子 老師老師 他們都稱呼我 是老師老師 老師 老師 我這個孫子 晚上 都不睡覺 三更半夜都起來跳 起來跑 甚至跑到路中央 一直在喊 我對兒子講 兒子說 現在什麼時代 還信這個 小朋友的媽媽 也是 大學畢業的 也當老師 對於自己的孩子 莫可奈何 但是先生 他是一個虔誠的 其他的教徒 他一直說 啊沒有關係 上帝會保佑他 上帝會給他平安 試給他平安 所以阿嬤就很生氣了啦 過了幾天 就帶來看 來拜老祖嘛 我這個女的孩子的小朋友 脫行 這個阿嬤 你怎麼知道脫行呢 你們注意喔 這個小朋友 吹一颗嗡嗡 就是脫行啦 吐神啊 動吐善 脫行啦 這個額頭 暗暗的 那就是 好 游禮 有魂 孤魂有領的煞 好 很簡單的辨別而已 那麼 動吐善 究竟在哪裡動吐善 你要看 這是動吐善 這裡輕輕的 這裡輕輕的 切切 就是我們出奧地叮噹啦 這裡一切切呢 就是處境地動吐啦 這邊 切切呢 那麼 房子的左邊 隔壁在動吐啊 這邊呢 就是右邊在動吐 我說你這個小朋友 小孩子 阿孫的 就後面 動吐啊 後面 他說 我們後面人這樣去啦 後面人家在增見 喔 那沒辦法啊 所以這個阿嬤說 喔 對 他們動吐了 那天晚上就睡不著 我那兒帶給他們收嘛 給他們太怕嘛 他的孩子的爸爸 不必啦 然後上帝會保佑啦 喔 所以上帝非常的靈 非常的慈悲 上帝他怎麼保佑呢 他就過了兩天嘛 就叫給阿嬤 自動的帶小朋友 來到生活室 我給他收拼嘛 給他收拼收拼的咧 我說你回家 你嗚好 第二次洗米水 第二次洗米水 你在下午 差不多五點以後 妳就要灑青 用手蝦蝦三 後面公佑和灑一灑 還是再喝一點蝦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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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起来 好高兴 妈妈妈妈 上帝很伟大 我的孩子 昨天晚上就不叫了 上帝有伟大 上帝真伟大 上帝借用我的手 把他收拼 阿嬷就带来求老祖 所以有时候上帝还是要拜托老祖 各位 各位维新圣教医生大学 师资培训班的闲事同修 各位小朋友的阿公阿嬷 爸爸妈妈 我们大家 现在的同修 做阿公的都很多 做爸爸更不要讲 做妈妈 阿嬷 都有 但是我们照顾小孩子 确实要有一套功夫 除了正常医学 还有 各种的尝试以外 我们不要忽略了宗教的问题 很多是灵性 所以刚才我说的这一位阿嬷 他儿子 第二天跟妈妈说很高兴说 他的孩子 晚上就好好睡了 那阿嬷就跟他说 我早去找 带 孩子 去找 王山老祖 和 混连师父 帮他 收拼 所以昨天我才那么好睡 他儿子 也说 妈妈 那是上帝 派 护华 要带你去 找 混连师父 帮忙收拼 所以是阿嬷 他就也很高兴了 上帝反正医都好 管什么地不地 所以 过了几天带着孩子 又来拜老鼠 我以为又怎么样 他没有啦 我很高兴 我孩子 守拜了上帝 要我带孩子 孙子 来跟你谢谢 谢谢老鼠 我问他说 上帝 跟老鼠是好朋友啦 只是人 糊涂在分啦 人 不懂得上天 神 都是好朋友 各种不同的一年来世间 普渡众生嘛 所以各位我们维心闲事 各位十方善尽大德们 孩子的健康 不是只有医学 能够解决 曾经在民国73年的时候 我们在台中市 我们在台中市乌日 有一位 企业家的 他的孙子 突然变 突然间呢 尿蛋白 发高烧降不下来 就住在医院 家户病房 很严重 阿公呢 有听人家跟他介绍 就赶快来求老祖 他孩子的爸爸呢 也来求老祖 那好啦 我用普卦看看嘛 我说孩子呢 冲阴煞 冲阴煞 因为卦中 成熟洞 成熟洞来克四遥 成熟洞克四遥 表示有受到 人家伤葬 殷邪 殷灵 来冲杀 那么这阿公呢 啊有啦 我的孩子呢 就是 隔壁啊 那个 阿公啊 往生了 这孙子呢 他也到隔壁去玩 吴行中呢 回来就开始大喊 大闹 那我就叫他方法 你赶快 到国际 做阿公啊 做人呢 他就把 香咖抽三支 抽三支香咖 小香咖 那个王生祖 跟他说 阿公啊 阿孙呢 就怕就 冲翻了啦 你就把你 抽三支香咖 三支香咖 把你的灰 这个灰 七支香咖 三支香咖 七支香咖 后来 让他用 让他洗身枯 用一面水 那 好了 他就回去 放隔壁 阿公啊 跟他拨三支香咖 然后 七支香咖 没有末朝 没有末朝用 他的 在那 祭坛 的七支香咖 那不 肉水 冷水 一起泡上去 给他 幸福谢谢咖 好了啦 那我在医院怎么学习呢 怎么办呢 我说 你用一个小瓶子 小小小瓶子 装着 跟医生商量 我这个孩子 武汉充充炸 所以你用棉花 你到里面 到教育病房 你用棉花 把它沾着 口啦 这个额头啦 手掌心 脚心 整个七孔 全部擦一擦 乱乱 那就好了嘛 结果 这一位 阿公啊 这个 孩子的爸爸妈妈 这有效吗 既然你来找我 我就要负责你有效耶 如果是你不要这么做 那是你的事情啊 所以 他就回去 隔壁 就这么做 到医院 给他 擦一擦 很快 稍微退了啦 所以小朋友 因为我们七岁以内 孙子 小朋友 也年 最不稳定 难怪老祖说 七岁 要收起来就可以孙 七岁以后 就不必了啦 这个是我们人 大家 忽略的一个 所会碰到的问题 所以我们各位 师兄班的同学们 未来你们都是法师讲师 下这个问题 你们要牢牢记住 好 那么电视机前面的 小朋友 阿公阿嬷 爸爸妈妈 你们 也要 记住 因为 有亲朋好友 那么多的亲戚朋友 万一 有这个情况 你怎么办 我传给各位 你们就按照这么做吧 按照这么办 你们就可以 消灾化解 免于各种 编网络 这是我们维新圣教 医经大学 而从学医经推广中心 我们大家共同的 智慧和责任 各位维新圣教 医经大学 师资培训班的所有 闲事同修们 小孩子的健康 最难得照顾 因为小孩子 他对自己的病痛 也不会讲 也不会表达 而且小孩子的灵 和他的光 是最弱 往往抵不过 第三世界 灵魂界的冲煞 这个例子 我看得太多了啦 行到三十年 看了几十万的学生 还有大人 人的灵魂 往往很容易受到惊吓 尤其小孩子受到惊吓 机会特别多 有的小孩子 你带出去了 碰到人家 已经成圣成佛 成道的 往生菩萨门 你载着测试 全面 人家出病的 都动动 都动动快 有时候小孩子 他也 不知道 搞说明堂 以为好看 好像是肉脑 假使我们的灵魂 灵性 灵魂比较薄弱的时候 就冲到了 冲煞 那是无形无相的冲煞 回来就开始 有时候孩子 神经兮兮的 有的是怕东怕西 有的就发烧 有的嘔吐 大声小声的叫 所以各位 我们小朋友 爸爸妈妈 阿公阿嬷 我们若是出去了 开车 带着小朋友 刚好碰到 人家 百岁往生 那么我们碰到怎么办 生的爸爸妈妈 和阿公阿嬷 我们一定要练 拉摩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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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方便 你用右手 压着孩子的头顶 左手压着孩子的胸口 头顶是先天八卦 手是后天八卦 后天八卦 胸口 那么你练 拉摩阿弥陀佛 拉摩阿弥陀佛 你若是有练 最起码有十剂以上 这个孩子被冲刷的机会就比较少 这很简单的 不是宗教性别的不同 而是你要了解到真理 你了解到真理的时候 你才能够保护自己 不伤害别人嘛 不然为反对而反对 以为人家是笑 以后人家是没有智慧的要员厚重 各位小朋友的爸爸妈妈 阿公阿嬷 我没有跟你收一分钱 这是由我们维新圣教 公斗基金会 所有会员 会由 每个月一百块 付出这个电视台这个节目 来播出 能够保护下一代 幼儿 小朋友的成长过程 因为我们正到了这么多年 寻寻觅觅的 我们的修行 如何来保护下一代我们的孙子 但是一般人的想法 除非你又被考验到的时候 你才会相信否则的话 我告诉各位 我们没努力了 对 我们人没努力 这个例子我看太多了 记住再跟各位复习一遍 无论是走路 或者开车 或者抱着 经过半路上 有人往生 鼓生了 弄动快 弄动 是心脏 快 就是头脑 弄动快 弄动快 这是心和念合一的法乐 虽然弄动快 很庄严 你看人往生 虽然很悲情 但是这个锣鼓先天 是送他回西天 但是回西天 我们小孩子的灵性最薄弱 那你碰到怎么办 再交过 右手压在小朋友头 左手压在胸口 念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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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第一句的南无阿弥陀佛 就是 将我们孩子 孙子的心 心 身 灵 帮他归依 自己的本性 第二 第二句的南无阿弥陀佛 归依 他身边的守护神 第三个南无阿弥陀佛 是帮他归依 他的护法神 第四 南无阿弥陀佛 是将他归依加持 身边的一些 孤魂流灵 第五个南无阿弥陀佛 是归依 这个王者身边的 护法神将 第七个南无阿弥陀佛 就是归依 往生者 他的堂上祖先 第八个南无阿弥陀佛 是归依 王者 他的守护神将 第九 南无阿弥陀佛 是归依 王者 一个冤心在主 第十 归依 我们海小朋友 归依 往生者 共业的冤心在主 第十一 南无阿弥陀佛 就是归依 加持冠顶 明阳两界 灵性光明 第十二个南无阿弥陀佛 是归依 身边周围 法界 一切 三界万灵众生 这即是自我修行 安分立破 对各位 小朋友 有相当大的 注意帮助啊 一帮助啊 宣经解放心安逆 大家学一级 做事工程和顺心 大家学一级 大人小孩皆宠兵 大家学一级 公司可护其心 大家学一级 小心道上可见心 大家学一级